今天這會中 義官書清水 從了占隊館來做去提供 不夠有效率 以及官民保留地的經濟問題 來特殊管副官民教要告這支醫官 要要求官民教可以協助館來不斷做人 立正行順經結會時的訴求 是不是能夠辦一些行政活動 把這些老人我們申請一些經費 把他們用紙生金帶到我們的故鄉 因為這些老人走來以後 我們的故鄉在哪裡 我們原住的地區的這個名稱 在來過程中的失傳 我們以後都不知道 那我是希望這個傳承的文化 是不是我們這個原民局這邊 能夠辦這次活動 我們可以嗎 我們可以從來自作計劃 到自己去申請監獄看看 好不好 如果我們要跟我們做 跟自己強度還是沒有承諾 我們要做 我們可以申請 肯定可以下來 對 我們要支援很大的事情 另外很多議員 也占對共蔡基金 等年累積更多 已經有故意外 來邀請監獄社會處 應該會等更有效率 以及直接來使用這筆經費 幫助更多的老人 就是家庭 以及社會好的團體 甚至是社會發展協會 來提醒目標 南道官社會好的憑照 以及經費派生親的狀況 去年跟今年就付了這麼多錢 我們應該可以來好好照顧老人 有沒有辦法 老人的一個團體 得不到我們政府的來關心 包括說 製作這些 我說每個年來 新設品都一定來包座 尤其各鄉的老人會 他們變身更多 那一年包座的老人會 就是 反正說他們的不安心 剛剛那些議員就停掉了 就這樣一直 你的議員必多 有議員多 你是在處理做什麼 民進的資源 畢竟有限 那我們的公義採券 叫我5月1號 你是要留在做什麼 真的啊 你去年4月1號 今年5月1號 明年變6月1號 你留在這裡要做什麼 那這些老人 年輕人 就是在這個社會 實在是 因為他們的家庭 他們的社會 後面都會想起 吃老了 我們就知道 有限的時間 一定要及時來照顧他們 在政府組當中 我們的社公園 賺10月13日 19日不再 你不覺得很久 那你每個錢 放在這裡 你們有什麼用途 我們 其實這個公義採券的基金 就是要放在社會福利嘛 為什麼會把這些的錢 就是萬用在這裡 對我們社會福利做更好的人 這我們很多議員都很質疑 其實這個異波 在運用處 其實會放這些基金 也不是我們 因為一旁邊兩 他自用 他自用的項目的多點 另外一旁邊就是說 即使是公義採券 我們跟預算 那預算還可以經過 現時內部程序 其實不只是公義採券 公義採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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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義採券